回来那你看到的是 这健康食品竟然是吃到要洗肾 这是怎么回事呢 金融市调站破获了一个黑心假药集团 祖贤竟然是拿赛哥吃的饲料 参入了来路不明的中西药 在庄罐打上标签 结果摇身一变就变成了高价的健身食品 甚至还说是壮阳药 结果有不少人买来孝敬父母 反倒害得父母亲要洗肾 估计全台有500多人因此受害 变成这样子 满桌的平民冠冠 成品半成品都有 全都是卫药集团生产的非法健康食品 仔细看这些原料 有些根本就是鸽子饲料 购入这些饲料之后 把添加一些不明的西药成分 以100公克为单价 分别销售750块钱到1000块钱不等的金额 黑心业者把中西药混杂鸽子的营养食品 做成健康食品或是壮阳药 重新包装后摧取使用效果 获取高达10倍的暴力 6年来不法获利千万元 基隆市雕站结合北中南东七处同步搜索 并逮捕60多岁的徐姓祖贤 徐姓贤已经是第二次制造胃药被带 这6年来他以这样的黑心食品残害500多名消费者健康 由于混杂许多不明成分 部分民众还得面临洗肾 也提醒民众来路不明的食品药品 千万不要乱吃